大家好,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,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,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,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,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,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。 脾气便秘,作为目前一种高发的常见病,在十个人中可能就有九人存在这方面的困扰。 根据医学研究表明,在我国,成人慢性便秘,患病率为4%到6%,随着年龄的增长,60岁以上的老年人,患病率更是高达22%。 据了解,老年性便秘作为临床上最常见的疾病之一,一直给老年人的生活和健康带来了极大的影响。 比如长期便秘,会使老人出现腹部的不时疼痛等症状,并引起痔瘡、肛裂或者大便出血。 另外,对于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,过度的排便困难,更容易诱发老年人的关心病、心脚痛或心肌梗塞。 高血压患者则可以出现脑血管的意外等,随时可能会对生命造成威胁,需要格外小心。 那具体究竟该怎么做? 一,日常饮食。 纤维素一定要跟上,而关于老年人的便秘如何进行治疗。 专家表示,目前在临床上对老年人慢性便秘的治疗有六种方式。 即,调整生活方式,药物治疗,精神心理治疗,生物反馈治疗,手术治疗,以及中医药治疗。 首先,从日常的饮食上,老年人每天需从食物中摄取的纤维素在25到35克左右。 建议,每日进食2到3个水果和一斤以上的蔬菜来增加体内需要的纤维素。 另外,据专家介绍,我们吃的乳制品和牛奶也是天然的缓泄剂。 便秘者若在睡前饮用150到200毫升牛奶,第二天早晨就会容易产生变异。 同时,多吃优酸乳、乳酪等发酵乳制品来补充乙生菌,也可来调整肠胃机能。 除此之外,专家建议,老年人平时多以五穀杂粮和根筋类这些高纤维素食物为主食,将糙米取代白米煮饭。 若再加一点燕麦、薏仁等营养穀物会更好。 同时,老人尽量多以豆类取代肉类,也可有高纤维、五胆固醇和抗氧化的效果。 而且,将豆类磨成粉与牛奶混合,也是很棒的通便饮品。 我们都知道,要想改善便秘问题,每天充足的饮水也是非常重要。 但是,因为老年人口渴感觉功能下降,对水不敏感,可能就很容易造成水的摄入量不足。 而这样是会影响排便频率和分辨重量,导致便秘的情况加重。 因此,老年人需养成多喝水的意识,每天大概需要摄取1.5到2.0升的水。 建议,最好是能在清晨空腹时先饮一大杯水,在适当活动,可有湿润胃肠道转化粪便的作用。 而若一些人实在不爱喝白开水,可不妨改喝营养的胡萝卜蜂蜜汁,或者具有肠道保养和顺畅作用的花草茶、梅子汁。 2. 多吃三五,愿离便秘。 除了上述介绍的食物外,多吃以下三种食物,润肠道、醋蠕冻,隔天拉得又快又多。 1. 来福籽。 来福籽别称萝卜籽,具有滋润肠道和促进肠蠕冻的作用。 对于饮食停滞、万肤胀痛、大便密结等都有很好的缓解效果。 2. 玉里人。 玉里人是玉里的肿人,有润肺滑肠、下气沥水的功效,能缓解大肠气质、躁色不通、小便不利、大腹水肿等症状。 能进一步滋润肠道,缓解大便、肝硬造成的便秘。 3. 火麻人。 火麻人胃肝、性贫、龟皮、胃、大肠筋,主要的功效就是润肠通便。 对于肠造型便秘,有很好的改善效果。 3种食物都属于药食两用的食物,通便能力会比普通食物要强很多。 并且,这几种食物通便还有一个优势,就是搭配在一起食用,排便能力可以综合到一起,发挥更大的作用。 药力研究发现,这几种食物经过搭配发酵之后,制成酵液来喝,不仅可以很好地发挥食材中的通便成分作用。 而且,在益生菌发酵的作用下,成分转化为更容易被人体吸收的小分子物质,而且还可以促进肠道的正常蠕动。 这样坚持调理,再顽固的便秘也不怕了。 不难发现,其实选对了食物,通便根本不必要,总是依赖开赛路,甚至是一些通便药。 好的食物可以帮助我们滋润肠道,促进肠蠕动。 这样,肠道健康了,排便自然就会变得很顺畅,便秘也不会出现了。 而且,还对身体无负作用产生。 不过,食物调理的方法,有时候是需要多点耐心的。 大家坚持就好了。 三,亮相简单运动,缓解老人便秘。 便秘是痛苦的,当你满头大汗地蹲在厕所,排不出大便的时候,内心一定是绝望和无助的。 这种经历,一般人也不会想要经历第二次。 正因为排便如此痛苦,很多人在一遇到便秘,就想寻求快速有效的解决方法。 专家表示,老年慢性便秘的患者,除了要吃得对,平时也需要鼓励其在能力范围内增加日常活动量。 情况允许下,建议每天步行不少于0.5公里。 而对于长期卧床和坐轮椅的老年人,可通过转动身体,挥动手臂等方式进行锻炼,这样可以起到缓解便秘的作用。 同时,老年朋友平时可以做做以下两个运动,也对改善便秘有一定的帮助。 1.按摩腹部 平卧放松,从右下腹开始,向上向左再向下,按顺时针方向按摩腹部。 即顺着伸结肠、横结肠、降结肠、蚁状结肠的次序,缓醒按摩。 建议每天早餐后和晚睡前,正确腹部按摩每次30分钟。 2.提肛运动 平卧或座位时进行收缩肛门运动,即正常排便时的一收一放动作,以锻炼提肛肌的收缩力。 4.老人排便 环境舒适很重要 在老年人排便时,除了要求老年人每天养成定时排便的习惯,尽量在晨起或餐后两小时内尝试排便。 不拖延排便和延长排便时间外,保证它们有一个良好的排便环境,也是改善便秘的关键步骤。 首先,老年人家中的便气应该是清洁和温暖的。 因为当便气过于冰凉,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天,老人坐下去往往会因为太冷,导致好不容易有的便意而消失。 因此,建议有条件的老人安装一个智能马桶。 7.选取适当的排便体位 建议体质虚弱的老人可在便气前面放置椅背,身体前倾,心情放松,先深呼吸,后闭住深门,向肛门部位,用力解便。 老年人通过排便姿势的依托,可起到减轻排便的不适感,保证安全。 以上就是老年朋友通过调整生活方式来改善便秘的具体做法。 大家都记好了吗?赶紧分享给自家的老人吧。 早早缓解便秘带给他们的痛苦和健康威胁。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您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,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。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唐桃哦,期待看到您的关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